Hello大家好 我是罗15 今天的死神人物志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狮魂界千年来最强的死神 护霆十三番队的创始人 三本源流哉众国 三本源流哉众国是护霆十三番队前任总队长 也是护霆十三番队的创始人 在狮魂界有着千年最强死神的称号 三本总队长的出场总是以光头示人 在头部的右上方有一个十字交叉的伤痕 搬着紫色束带的银白色胡子 长长的留到了腰部 搭配着面部精力沧桑的皱纹 总是给人一种宝金沧桑之后 所树立的那种自然的威严 服装的搭配是最简单的死霸装 搭配队长宇智 总体的造型让他看起来 就像是一位瘦弱勾搂的老者 但是一旦总队长准备战斗 脱掉队长宇智以及死霸装之后的 那一身健硕的肌肉 又总是让人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那一位存活了千年的老者 三本总队长的斩破刀 迷幻流刃若火 是狮魂界最强的岩系斩破刀 在总队长不参与战斗的时候 他的斩破刀总是藏在他的拐枪当中 而当战斗开始 拐枪便会被融化 斩破刀也随之裸露出来 实解状态下的流刃若火 外形并没有过多的变化 但是会释放出等同太阳表面温度的火焰 三本总队长能够通过流刃若火 自由地操控这些火焰 以不同的形态对敌人发动攻击 实力不足的敌人一般还未近身 便已经被熊熊的烈火燃烧殆尽 妄解状态下 冥幻藏火太刀 解放后的温度相当于太阳核心的温度 能将整个施魂界的温度一点点蒸发 时间若是长久 整个施魂界都将因缺水 以及温度过高而被毁灭 拥有招式一 藏火太刀冬 续日刃 将流刃若火所有的火焰温度 集中于刀尖 不燃烧 亦不爆炸 只是单纯的将所碰到的物品 消磨得无影无踪 招式二 藏火太刀西 残日欲医 自身的灵牙 化作1500万度的火焰 果于身上以及刀身 犹如将整个太阳穿在了身上一般 接近对手的一瞬间 便能将其化为灰烬 灰飞烟灭 招式三 藏火太刀南 火火十万亿 死大战争 将刀身插入地面 地面会瞬间变成熔岩 并且召唤出曾经死于三本总队长 刀下的所有亡魂 亡魂会化作岩浆般的骷髅军团 无休止的进攻被三本总队长 视为敌人的人 招式四 藏火太刀北 天地灰烬 这一招有点像蓄热刃 将全部的灵牙以及温度 集中于刀身 用极快的速度将对手斩杀 被砍中的部位 会因为刀身温度过高 而直接化为灰烬 没有任何重生的机会 同时 在有花八鹤与上门总队长的对话中 我们得知 千年前刘润若火的万解 并非如此 而是以好火之剑著称 将所有的火焰集中封于刀中 灰刀斩杀敌人的时候 灰瓣随着爆发出太阳核心温度的火焰 直接让敌人灰飞烟灭 一旦灰刀 一切便将终结 三本原流灾众国 原名三本众国 在两千多年前 开创了原流一派 开设私塾教学 当时人士青年的雀部长赤狼 虽然不是三本总队长的学生 却经常前来向其发出挑战 并希望战胜他 成为他的助手 还撕着用总队长头上的撇字伤痕 给总队长起绰号 称其为撇字灾 三本总队长为了打发 经常前来打扰的雀部长赤狼 便告诉他 席的万姐 并给他机会 希望以此让他支拿而退 殊不知雀部长赤狼也是位狠人 一个月便席的万姐 再次上门讨叫 并成功用自己的万姐 黄黄烟灵离弓 成功在总队长头上 留下了一道伤疤 与原先的撇字伤疤 组成了十字伤疤 三本总队长虽然嘴上说着 这不过是孩童的万姐 但内心却实实在在的认可了 却部长赤狼这位助手 而之后因为十字伤疤 经常被人叫做十字灾 总队长觉得这个称呼不妥当 也就给自己改名为 三本原流灾众国 在千年之前 为了稳定失魂界的秩序 三本总队长集结各路豪强 组成了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便是 护庭十三番队的原型 也被称之为 初代护庭十三番队 在失魂界一路过关斩将 将所有的反动势力全部肃清 在于有花八荷为首的 灭绝师军团的战斗中 初代护庭十三番队 更是将灭绝师军团全部消灭 而三本总队长 也成功将有花八荷撤离机会 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有花八荷并未被完全消灭 而是陷入了一个沉睡状态 但是因为初代护庭十三番队的行动 过于血腥粗暴 甚至被有花八荷比喻为 邪护庭之名行杀伐之时 将护庭十三番队的弊端 直接挑明 在局势稳定之后 三本也正式成立了护庭十三番队 规范了护庭十三番队的秩序 自己也成为了第一任的总队长 同时创办了真央灵术学院 为护庭十三番队培养 以及输送优秀人才 自己也是兼任校长 亲自挑选以及教导人才 金勒与辅助 便是三本总队长的得意门生 三本总队长杀戮的习性 也因为护庭十三番队的成立 以及规范化而慢慢消失 因此 当金勒跑进他的房间 询问他墙上关于自己 万劫的那幅画是什么的时候 他也是将万劫 披着火焰之翼的自己 比喻成了恶魔 由此可见 三本总队长是多么的不希望 自己变回曾经的自己 这一点 在之后与蓝蓝的战斗中 也有所体现 三本总队长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登场 是在医护等人 第一次潜入失魂界的时候 在队长集结会议上 金氏丸营报告 将医护等人确认为屡获 要求护庭十三番队全体成员 全力缉拿屡获 在双几楚心胎 看着自己最得意的两位弟子 将双几楚心胎毁坏 破坏了失魂界的规矩 注重规则的三本总队长 也是生气的准备于 金热以及辅足战斗一场 他所释放出来的灵压 甚至直接让副队长级别的 意识积蓄失去了意识 面对辅足的诸多解释 三本总队长 直接脱掉了自己的队长宇智 将死霸装的上半身 裂在了腰间 露出了自己一身剑硕的肌肉 拿出了自己的斩破刀 万象一切皆为灰烬 流润若火 瞬间爆发出的高热量火焰 将金热与辅足二人团团围住 三门总队长要他们二人 既然有了决心 就拿出全力战斗 逼得二人不得不识解 与自己的老师兵刃相像 只是战斗尚未完全展开 连接到了蓝阳叛变的消息 三门总队长只能带着失魂借众人 赶到了双击楚心台捉拿蓝阳 却还是被蓝阳成功逃往了虚圈 在心里也将蓝阳定义为了失魂界的敌人 是要将其完全抹除 在工作厅大战中 三门总队长带着护停13番队众人 来到了蒲原创造的假工作厅 对战蓝阳及其挥下十刃 一上来便是一招火焰尘锅 将失魂界三名叛逃人员蓝阳 失魂禰以及东仙耀困在其中 蓝阳虽然表现轻松 但也并没有直接破解火焰尘锅走出来 想必他自己也清楚 破解总队长的这一招需要耗费自己的多少精力 在看到乱局等多位队长被阿帕奇 米拉罗兹以及孙孙召唤出来的混兽神 牙翁轻松击溃时 三门总队长也是坐不住 一个顺步来到了牙翁身边 在他身上开了一个洞 面对发怒袭来的牙翁翁 总队长拿出斩破刀 直接将其砍成了两半 连十姐都没有解放 被砍成两半的牙翁翁不顾一切攻上来的时候 三门总队长也是直接解放流润热火 将其烧成了灰烬 给亚翁报仇冲上来想要袭击他的时候 却于对他们勇气的佩服 他也是用流润热火将三人烧成了重山 但是保留了他们的生命 此时汪达怀斯也恰好赶到 并且带来了一支巨大的虚 用一口气将火焚成锅的火焰给吹散了 蓝燃三人也从火焰中心走了出来 而汪达怀斯还偷袭秒杀了弗竹 并且助攻史塔克击落惊勒 看着两位弟子倒下 上面总队长也是产生了些许的担忧 在之后 终尾队长在蓝燃的对战中 被蓝燃用金花水月完全击溃之后 三本总队长终于是站了出来 提着刀对蓝燃说道 不要太狂妄啊小鬼 随后便用技 让蓝燃用斩破刀刺穿自己的腹部 以此来抓住蓝燃的真身 开启了自己埋伏许久的艳热地狱 准备蓝燃同归于尽 只是此时 汪达怀斯突然以归人的形态出现 抓住流润若火 便将三本总队长扔了出去 连总队长自己都疑惑 自己的火焰为何对汪达怀斯无效 本来汪达怀斯是蓝燃为了克制流润若火而改造出来的破面 灭火王子 归人后的汪达怀斯 直接便将三本总队长的流润若火给封印了起来 只是即使没有流润若火的三本总队长也不是吃素的 面对汪达怀斯的猛攻 全部轻松接了下来 然后一击双骨便让汪达怀斯领了便当 不过却被蓝燃提醒 汪达怀斯是专门为了封印流润若火而生 那么他被打败之后 火焰又到哪去了 意识到不妙的三本总队长才发现 被封印的火焰原来就在汪达怀斯的脑袋当中 一旦他被击溃 那么火焰也会迸发而出 毁了整个失魂界乃至真正的工作厅 为了不让火焰伤及战场之外的无辜人群 三本总队长也是只好利用自己的身躯 去将火焰压制 不让其爆发 付出的代价则是自己被严重烧伤 只不过即使是重伤的总队长 也没有想过被蓝燃击败 面对着走过来 想要给他最后一刀的蓝燃 三本总队长单手抓住了他的脚 使用了破刀之96一刀火葬 想要牺牲自己的一条手臂 彻底击溃蓝燃 但是蓝燃毕竟是蓝燃 即使是面对总队长近距离使用的强力破刀 也还是成功脱身 而三本总队长也在使用一刀火葬之后 结束了自己在空座厅大战中的所有戏份 空座厅大战结束之后 三本总队长也是在接受治疗之后 带领着大部队回到了失魂界 还在一番对对手中 同批丢失队长与之的百灾 剑八以及金乐 完全就看不出是刚刚受过重伤的样子 在玩线书片中 为了报答黑旗医护在蓝燃事件中 为失魂界所做的贡献 也是下令失魂界全体副队长一项级别的队员 在蒲原所制作的刀中注入自己的灵压 协助黑旗医护取回死神之力 在千年血战片中 看着自己最最重视的部下 雀部长次郎惨死在自己面前 三本总队长也是完全失去了过往的冷静 在灭缺师第一次入侵失魂界的时候 吩咐冲牙三席守住一番对对手 以及下令四番对绝对不允许出击之后 便亲自进入战场消灭灭缺师 第一个遇到的便是夺取雀部长次郎望洁的 新十字骑士团O 多利斯克·贝尔西 面对着使出却部长次郎望洁的贝尔西 三本总队长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夺走了他的生命 为却部长次郎报了仇 面对其他供过来的新十字骑士团 三本总队长也是用大火 直接将他们全部烧成了重伤 来到有花巴赫面前之后 三本总队长并无多言 直接望洁 如润若火吃 残火太刀 接连使出残火太刀东 虚日刃 残火太刀西 残日欲依 残火太刀南 火火十万亿死大战争 残火太刀北 天地灰烬 将有花巴赫虐杀 只可惜被杀的不过是有花巴赫的替身 新十字骑士团的洛伊德 洛伊德 惊讶之余 真正的有花巴赫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在三本总队长准备再次万劫的时候 夺走了他的万劫 并告诉他 他的万劫并非无法夺走 只是需要比他更强大的人 才能将其夺走 说吧 便用刀将三本总队长砍成了两半 只是被砍成两半的三本总队长 依旧没有放弃 用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有花巴赫的脚 却还是被有花巴赫直接砍断 并用神圣攻势 将三本总队长的尸体完全销毁 一丝不剩 就这样 三本源流哉众国 结束了自己在整部死神作品中的所有细分 纵观三本总队长在整部死神作品中的表现 他是护霆十三番队的创立者 代表着护霆十三番队千年以来的历史 拥有着无上的荣光 他强大的实力毋庸置疑 但是他的战斗却总是非常的憋屈 与金勒以及辅足的战斗因蓝人的叛变而停止 与蓝人的战斗为了不让火焰殃及无辜 重伤而败 与有花巴赫的战斗更是被夺走万劫之后直接阵亡 没有任何实力碾压的表现 不过从千年学战篇所了解到的三本总队长的历史 或许正如有花巴赫所言 他真的变弱了 因为千年前他所组建的初代护霆十三番队 是为了战斗而生 因此无需顾及一切 学战到底便可 但是在消灭灭却失之后 为了稳定失魂界秩序 护霆十三番队也从最初的杀伐集团 转变成为了秩序的管理者以及守护者 作为总队长的三本 自然也就多了一份顾忌 无法再像之前一样将对手斩杀即可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在杀戮的本性中多了一丝慈祥与温柔 所以他变弱了 武力最强的护霆十三番队 也如有花巴赫所言 随着灭血师一同被消灭了 但其实三本总队长是变强了 他从一个一开始 指挥带领部下进行屠杀的魔鬼 变成了一个治理一方的总队长 成为了稳定失魂界的核心所在 他便能为下一代考虑 能够为失魂界的长期发展考虑 真实以及需要守护的东西也慢慢增多 因此他并不是战斗的实力变弱了 而是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战斗不再是他的首要事件了 这些改变也让原本固执的 上门总队长变了开明 在为了失魂界的安危中 改变了绝不与人类合作的规矩 与黑奇异护等人达成了合作 在不同的阶段 用不同的办法守护住了失魂界 但是总队长对于自己 却依旧是封建的 因为不与人类合作的规定 是自己所制定的 因此在原来人的战斗中 所牺牲的手臂 也不愿意通过井上之机的能力进行恢复 这也是他在千年学战片中 被有花八荷说变弱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只是用一只手在战斗 上门总队长在最终战时 或许也是九宝老师故意为之 因为强大的上门总队长已经呼停千年 并且千年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挑战他的位置 他的战死也许也是后辈发展的需求 因为他的战死 经了才能够成为新一轮的总队长 而失魂界也才能有新的气象 后辈也才能有新的发展 呼停之名也才能有新的传承 三门总队长的战死 并不仅仅只是他一生的结束 也是失魂界新的开始 三门总队长在战斗中或许经常是憋屈的 但他的一生绝对是一段传奇 正是这样的三门总队长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最高领导者角色 在视频的最后 也让我们一起记住 这位千年来最强的死神 三本源流在中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